不是國語 那是湖漢語 也就是滿洲話 北京話 普通話 沒關係 我們盡量講大家聽得懂的話 因為我們要有一個觀念要改 中國的文化順向都要撤除驅除 我們今天開始我們今天的課程 我是這個Jucky Jucky 簡單的計劃就是這個千金庭 我們今天講的題目就是國語家 國跟家很簡單 這兩個字而已 其實是兩個單位 一個是國 一個是家 很多人常常在講 說日本竊戰台灣 我請問的 你們家如果要用頭帶去 跟土地什麼要用頭帶去 還是你們家家家家家搬去 竊戰就是要做頭帶 頭帶不可能整間房子都搬去 冰箱電視做你搬去沒關係 房子沒辦法搬去 土地也沒辦法把你搬去 所以不是叫做竊戰 說竊戰是一個 這個小偷真的有夠猛的 把你頭帶兵箱 還帶在你的家 把你頭帶兵箱 還帶在你的家 把你頭帶在電視 還帶在你的家 нейろ 火太多 然後壓抬 甜心 但是呢 那個逆講 你老婆 качество 那個就 massive institutional 我們來 那兩天 菜哪就是中国人的称呼叫做芝娜 这不是我们叫的 还是说日本人叫的 他本来的名字就是芝娜 印度那时候 古早时来尊称大唐帝国 所以大芝娜 佛教徒 叫印度叫做中国 因为佛教徒 他们在那里就算中国了 他们来到中国的时候 他们就说结实在是中国了 所以结实说他们是中国 其实中国 中国的列数才几年 软软说 中国列数才一百零四年而已 以前他怎么叫做中国 以前是台清帝国对不对 台明帝国 台汉帝国 台东帝国 有哪一国是中国 软软说什么中国五千多年 别骗骗 池池就是SENAMIC 就是CHINA 对吧 这以前的外支那内支那 法属印度支那 是怎样这个法属印度支那你知道 因为以前 法属印度支那总共有 缅甸 越南还有柬埔寨 三个国家合起来叫做印度支那 那时候是属中国 他是有宗族权 但是在天津条约的时候 把他割给法国 他放弃这个宗族权 所以中国以前会烧池的地方 都叫做支那 这是孙文 写给日本的 那个首相的密函 他说 伯傑首相 阁下 你就要支支那革命 支支那革新 以报 那我们支那的报酬是什么 我们支那对你的报酬就是 开放全国市场 以惠日本工商 他也叫他们自己是支那 对吧 所以支那不是日本人叫的 他们自己也认为他们是支那 磁器的优点是什么 磁器的优点就是 水一冲就干净了 对不对 非常容易清洗 你知道 支那这个民族 跟磁器完全一样 你要清洗他的民族 很简单 只要杀就好了 这是孙文写的支那有没有 种族要清洗 对支那来讲 更简单 我只要 到你的城的时候 就开始涂层 涂了层以后 我换我的人进去 就变成我了 其他人 小资不要输 小资不要输 小妹不要输 不过小打 不要赢 这一句 这句 你一定常听到 人家最败 不要赢败 如果太败 不要紧 对不对 他要清洗种族 最简单 台就好 你如果不服从 砍头 清果的时候 有没有 这样你们要留辫子 有没有 全 东国大陆 全中国 通通留辫子了 有没有 很简单 你不留辫子 砍头啦 所以通通变成满洲人 绝对没有汉人 你不要以为真的有汉人 汉人已经绝种了 这是他写的这个密函 总共有四张的样子 还是五张 他的性格 他们的 子男人 子男人的性格 也跟瓷器完全一样 怎样一样 非常的脆弱 表面很漂亮 对不对 瓷器外销到欧洲 欧洲认为 这好像是玉 把他放在 拨堵上 做艺术品 对不对 外销到欧洲的时候 都是这样 以前 用丝录运到欧洲 是当艺术品 放在墙壁上 对不对 很漂亮 但是呢 只要一碰就碎了 瓷器 一掉到地上就完蛋了 很简单 中国人也是这样 非常的脆弱 表面很漂亮 讲话很漂亮 重面子 他的诚信也一样 中国人从来不讲诚信的 契约订再大本都没有用 历史也是一样 他的历史也一样脆弱漂亮而已 他有五千年的历史文化 是很漂亮 每一个帝国 每一个帝王都很漂亮 很漂亮 但是他是脆弱 为什么 经不起人家考验 所有的皇帝都是外国人 有哪一个皇帝是中国人 或是汉人 你不要以为 大汉帝国的汉人 就是汉皇帝就是汉人 大汉帝国那个皇帝也不是汉人 你们知道这是谁吧 乱乱讲 这不是国户 他的外号叫孙大炮 你们不相信 上网查一下什么叫孙大炮 马上就出来 不要说我 骗你们 他名字叫孙大炮 这是他偷渡的时候 被抓到 被美国抓到的时候要照相 外号叫孙大炮 1905年的时候加入美国籍 出生在美国的夏威夷 唐香山 对不对 这知道吧 唐香山知道吧 你加入美国籍了 你还会变中国人吗 这是他的 记录 加入美国籍的那个文书 美国移民局解密的 孙大炮签字 宣誓后成为美国公民 党外文件第一张 这是第二张 都是他签名的 这是他签笔签名的 所以他是什么人 是嘛 美国人 在管中国 那是不是 变中国是美国的附属国 其实中华民国从创立以来 都是美国人在管 从这个第一个就开始了 对不对 马英九也是美国人嘛 对不对 所以很清楚嘛 中华民国已经打输了 因为美国 资本主义这个 这个 区域啊 被共产党区域取代 这是第三份文件 他也知道 他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 顺之则仓逆之则亡 什么是世界潮流 世界潮流就是国际法 万国公法 你要顺着这个国际法 你才会双 你逆国际法 你就跟现在的苏尔一样 苏尔你 不遵守国际法侵略了克里米亚 结果呢 你以为你强 结果欧洲美国联合起来制裁他 卢布马上就 摔死了 所以啊 美国人啊 吴依依嘛 他是美国人嘛 对不对 你们来叫他国父 是哪一国的父啊 人家美国的国父可不是只有一个 你们不要以为 美国国父是华盛顿一个 搞错了 美国国父有很多人 他们是很多一群人 美国不是只有一个 不是砍倒樱桃树那一个 他是不是要生民主义 民生民主民权 跟林肯的 民有民智民想 是不是一样 是不是美国人在统治中华民国 所以哦 这个林肯 他说的这个民有民智民想就是 政府永远不会消失的 因为 政府就是民生 民有的 民智的 民想的 所以 政府永远不会消失 这是在1963年 他说的经典名句 其实 今天 这个国家 是美国和 相互 在 撑出管理款 争取管理权 你知道吗 美国是资本社会主义嘛 对不对 苏二是共产国际主义嘛 开始的时候 中华民国是不是被 孙中山管 孙中山是不是美国人 所以啊 那时候是中华民国嘛 但是后来呢 打输共产党了 对不对 共产党就变成苏二支持的 共产主义啊 就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啦 是不是这样 其实啊 全世界就是这两个主义在争 一个共产主义 一个资本主义 这是林肯 对不对 林肯呢 最有名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 解放黑奴 解放黑奴以后 谁来代替 奴隶 一样是奴隶 天一他们最自称的 何人都做 一样是奴隶 但你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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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 那些建议 在英国是一样的 游戏 解放的这些工作叫谁来做 总不会美国人要自己做 美国人很聪明 黑人不做 换人做就好了 很简单 以后黄总人不做 我再换黑人做就好了 很简单 他的解放奴隶的先言 这就是这一份 他现在存放在Ohio 新兴纳提州 新兴纳提那个 地下铁路自由中心 这个解放奴隶的宣言 黑人解放后 其实最高兴的是谁 你以为美国人很高兴 美国人很痛苦你知道 黑人一解放我们工作没有人做 所以 最高兴的是中国人 为什么 因为他们现在有工作了 以前 他们在中国没有工作 到处都在 没有没有饭吃 所以美国一解放黑奴隶以后 嗨 太棒了 赶快取代他们的 赶快取代他们的位置 黑人也很痛苦 黑人刚被林肯解放的时候 还想暗杀林肯总统 为什么 我们当奴隶的时候 有吃有喝有住的 你帮我们解放了以后 你叫我们住哪里 叫我们吃什么 所以黑人 刚开始很痛恨林肯 我们没饭吃 印第安人也一样 他也不会高兴 就由这些龙的传人去取代 什么是龙的传人 你以为龙是很高贵的 龙跟虫是一样的 这些是龙的传人 那时候他们也要出出国 去美国美洲打工 去取代黑人的职务 还要自己买船票 没有人免费载你到美国的 你不要笨 有谁那么笨 免费载你到美国 你要自己把自己卖掉 才有船 才有钱买船票去美国 不只美国 去加拿大一样 去南非一样 这是抵达美洲以后 你看他们这 每一个都绑辫子 绑辫子 说明一件事情 他们至少半年才洗一次头 对不对 你说你现在半年洗一头 你洗一次头你受得了 我看他这个 可能好几年都不洗头的 所以为什么 中国人变得不干净 这个原因 从来不洗头 要洗一洗头 可能要回中国 在1862年的时候 美国开始修建太平洋铁路 有没有 到1876年才建成 工程最间距的西段路段 有2800多公里 穿越崇山峻陵 跟沙漠季带 主要靠的就是一万多名的华工建成 华工是讲好听的 叫做奴隶 不一样的华工 他会在这里 他会在那里 那边 这条线 然后他会在那里 他会在那里 但是那边 他会在那里 他会在那里 到那里 他会在那里 那时候中国人到美洲去打工 死亡率高达六成四 他们就是在说这 说十四三楼一回头 是在说这 不是在说来台湾的 他们是在说去美国 十个去 六个四 三个楼在那一楼再回来 所以不是说来台湾的 这在加拿大的时候 加拿大的铁楼也是叫他们去的 这些奴隶去的 奴隶有什么好处 这个黄奴隶 两个还不用一个黑人的价钱 所以很便宜 一个黑人可以换两个还找两百块 这个加拿大的铁路总共有3800多公里 参加足路的工人要大概17000东人 4000人葬身于洛基山脉 完工的时候 这个加拿大的总理约翰迈克唐纳说 如果没有华工的协助 太平洋铁路无法如期完成 加拿大西部的资源也无从开发 可见贡献很大 这些奴隶太好用了 就跟现在一样有没有 现在中国经济为什么会好 因为有十几亿的奴隶啊 如果有十几亿的奴隶啊 不好都难 对不对 这是到南非去 南非去打工 你以为用走路的可以到南非啊 同样要做准 做准也是要买准票 也是要透过仲介 仲介你知道吗 泰国来台湾打工也要仲介 越南来台湾打工也要仲介 都要仲介 仲介就是要赚一手 他们这也是要去赚好几手 这在非洲 去非洲 选甘贼 你想非洲人有比他们较高级吗 非洲人还请他们选甘贼 所以 巴拿马运河 也是叫 这些奴隶去去 在1888年到1910年 开拓连接太平洋与大西洋的巴拿马运河 有没有也是他们 这是在日本的横滨唐人街 全世界没有汉人街 没有哪一个国家 他们的国家里面有汉人街 只有唐人街 对不对 唐人街就是什么 唐人街就是最肮脏 最乱 最不卫生的地方 最落后的地方 都叫做唐人街 这个你们到国外看都知道 美国的唐人街也一样 日本唐人街都一样 因为中国人的习性就是这样 不卫生 看辫子就知道 他们为什么要方便 那个磁器要那么方便 原因就是在这里 冲了就干净 他们连冲都懒得冲 对不对 这个联合国的武器贸易条约 在去年的12月24号生效 他怎么讲 共有130个国家签了这项条约 还有61个国家予以批准 美国签了条约 但仍有待国会的批准 中国和俄罗斯没有签这一份条约 问题是没有签了要不要收 你不要以为条约没有签 你就不用收 世界的条约全世界都适用 你不要以为你没有签约就不算 这个武器贸易条约要求 地约国设立武器出口管制机构 评估出口武器是否违背国际经营的规定 是否用于种族屠杀和其他战争的罪行 是否有可能落入恐怖分子和犯罪者的手中 一位中国军官他这个专家他说 中国虽然没有签署条约 但一直严格遵守联合国武器登记的申报制度 保证武器出口透明 这就是中国人的诚信 对吧 他很会保证 但是我不签约 签了约就要守了 但是保证可以不用保了 这个G7 这些领袖会后发表联合声明 严重关注南海和东海的局势 该声明未提及具体的国家 呼吁所有国家对陆地和海上的主权 提出主张都应该通过国际法 有没有 这就是国际法 中国一直说 哪有什么国际法 国际法 就在这里 要用国际法来解决纠纷 使得历史问题演变成政治的问题 G7高峰会上面他们讲 我们深切关注东海和南海的局势紧张 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的企图 透过恐吓和胁迫和武力的解决 呼吁所有国家遵循国际法解决主权的争端 有没有还是国际法 他就讲了这个知道吧欧巴马 他说中共搭了30年的便车 对他必须要强引 欧巴马接受弗里曼的访问 他说中国问题一直在搭免费单车 免费的便车 已经搭了30年了 没有人指望他们能做任何事 所以中国人被人家看不起了 根本做不了什么事 中国人被人家看不起了 这个争端是什么 但他是煉金的 就是比较不需要 Donald的 那我们的这些质量 西纳的币 供应该付出 这些基础的 国际法 所以 美国委内容 在南海会社会 你准备 本来不是大大辣辣的 这一台981的那个转油平台 拖到南海要转油了 欧巴马打电话跟习近平讲 你不拖走 很简单 把它打沉就好了 不到几天 马上就拖走了 很简单 所以他们被人家嘲笑什么 叫海上的鸵鸟 是吧 其实你以为藏起来就没有人看到了 其实 新南群岛 新南群岛知道什么 就是海那个 南沙群岛就是新南群岛 这些群岛总共 有大概九个还是几个 它叫做新南群岛 就是南沙群岛的一部分 他卑微这些这些位置 稍微记一下就好 这个不需要什么记 根据万国公法国家和国民之关系 就是国家对国民负有保护的义务 国民对国家负有效忠的义务 也就是国家提供对国民的保护 换取国民对国家的效忠 什么是效忠 你不要以为我讲 我爱台湾这就效忠 这不是效忠 那要留税 留税才是效忠 我爱台湾 不要留税一条税 我爱台湾 不是只有发大声就爱台湾 国家才可以跟人家订条约 不是国家不可以订条约 你不要以为我什么人都可以订条约 一般的人只可以订合同 订契约 不可以订条约 条约是国家跟国家 国际的才叫做条约 国家才可以宣战 不是国家不可以宣战 所以中华民国这个政府 没有权利宣战的 要国家才可以宣战 像宾拉登有没有 他就没有宣战的条件 所以他叫做恐怖组织 因为他不是国家 像现在的那个伊斯兰国 有没有 他也不是国家 所以没有宣战的权利 也没有战争的权利 一般人虽然可以反对战争 但是并没有拒绝战争的权利 你可以反对 你不能拒绝 国家要战争你就是要战争 人民可以赞成战争 但是你不能发动战争 这是很简单的 这个根据1933年12月26号 那天19个国家在南美洲的 乌拉圭定了一个条约 叫蒙特维多公约 蒙特维多公约 就是定定一个国家 该具备什么条件 他的全名叫做 蒙特维多国家权利义务公约 就是权利跟义务 一个国家包含权利跟义务 国家的主权包括权利和义务 你如果放弃了权利 你的义务还要尽 你的房子 你说我放弃这间房子了 我放弃对这间房子的权利 你的房子的权利 你也同样要尽 对不对 你的房子 土地权 都同样要尽 什么原因 你的义务 不能放弃 你可以放弃权利 这间房子的权利 我们小孩去收 这个名字是你的 你也是要留税 对吧 很简单的 rabi 你也 מא� 你也 AIDS 你也好 曹 没有人的不叫家 没有人的叫做空房子 对不对 要一定要有人 国家嘛 你的国家一定要有人 你的国家如果没有人 不是国家 所以 国家一定要有人 而且要确定多少人 你不能说你们家多少人 你不知道 你问你的孙子 你孙子都知道 阿公阿嬤爸爸妈妈哥哥 这些他都算得出来 所以很简单 你不能说你的国家多少人 你不知道 你的国家如果多少人 不知道你的国家就不是国家 别人说你们家13亿的人 15亿的人搞不清楚 这样你不是国家 要搞清楚 不然你怎么知道 你出去出门要买几个便当 对不对 很简单的道理 你要买电视苗买几台 没买二三十台的电视 回去收拔 你们家只缺两台而已 你买20台回去做什么 对不对 所以一定要知道你们家多少人 不然说我们家20的人 起一间便宜 你们家一定要有固定 差不多多少人 才能起一间便宜 不然才能起一间感理所 起一间好好 要知道你们家有多少人 不然说你们家50人 连便室就没有 那就疲了 对不对 所以很简单的 一定要知道你们家有多少人 第二 要有命 就是你们家有要住的地方 这间公司也同样 公司也要有人 你们公司如果没有人 这是空投公司 对吧 所以 人这是公司最大的自然 也是国家跟你们家最大的自然 为什么 因为人最后贪钱 王英庆如果没有他那些原工 在贪钱 他的公司不可能这么大 IPM也同样 都要有人 不然只靠他的公司的土地 是没办法贪这么多钱 一定要他的人 这个土地就是同样 所有国家都要有土地 你们家也一定要有大的地方 你们家如果没有大的地方 你知道吗 不成为家 虽然你是住在天教堂 也是家 知道吧 公司也同样 你的公司一定要有一个 严格的地方 如果没有变成 也是空投公司 第三 要有政府 一个国家一定要有政府 林郎也要有一个 划销的 要有一个付贪钱的 你们家如果没有人付贪钱 要是谁要付贪钱 回来开 谁要去买便当 所以一定要有一个付贪的 这个付贪的人要怎么 要关销 要分配我们这个房 我们有多少钱 比如说 我的太太一国贪1万块 我贪2万块 我们要分配这些钱 要怎么用 就是这个人在分配 主持人在分配 国家也同样 国家就是政府 政府你收这些税金 要怎么分配 政府 政府不是要管理人民 政府是分配税金 公平分配 政府公平分配税金 最简单的一点就是 最简单的一点就是 这个外交 外交很简单的原因就是 用钱买就有了 对吧 你如果说 要跟你的储宾 要更好的 简单 每天拿一千块 他一定 很好的朋友 对不对 很简单 所以这个外交 更简单就是 你用钱买就有了 就算 美国不够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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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 用钱买就会更简单 所以他知道 这习近平 他知道 我们台湾 已经不可能回到中国了 所以想想 不 我们把天皇买看回来 在那两千块九年 十二十五那时候 刚刚升任副子席 要去见天皇的时候 天皇不要去见 不然 天皇 美国拜託 不然你也要去见面 结果天皇这么大眼 说 不好 自己见面 头一句话就问说 天皇 我们现在中国留得更好钱了 你可以把台湾跟朋友买给我们 日本天皇 他只问一句话而已 他说 我们日本丰家晚上在买东西 做法庭的人 怎么会买东西 所以 这个故事 要稍微去看看 老鹰跟小鸡的故事 这个故事是真正的故事 我一个朋友在花蓮 看他一只鸡 看他一只鸡 在他家的过条里面 像我 跟他大小的时候 想说 要他奉行 他想一想 大功德一件 这只鸡 我奉行 功德 载到路里 放 他就在那里面 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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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不 他就在路里走 结果一台车来 他就把他撞死去 那只鸡 他已经变成鸡了 你知道吗 鸡是没鸡的 你就是老鹰 生鸡就会鸡吗 老鹰 生鸡也是同样 没鸡 鸡 鸡 生鸡也是没鸡 不只鸡 鸡的鸡去给老鹰刺大痕 为什么不鸡 不鸡 老鹰的鸡去给鸡子刺大痕 他也不鸡 因为鸡本身就不鸡 老鹰 他如果刺大痕 他如果了解他是老鹰的时候 那时候他就会鸡 这个故事 摸去看 Google YouTube里面 你把它打上老鹰鱼姬的故事 他就会显示这个影片出来 这只老鹰 他本来跟鸡 生活在一起 结果呢 他还是一只被歧视的鸡 为什么 因为没有鸡要跟他当朋友 你是老鹰谁要跟你当朋友 对不对 鸡都知道 但是老鹰不知道 老鹰奇怪 我跟你们做朋友 为什么你们都不跟我做朋友 因为你是老鹰 老鹰跟鸡一起长大自然而然 他就变成一只鸡了 还是一只被歧视的鸡 这只牛也是一样 这只牛叫米尔克谢克 他是美国的一头母牛 他从小跟那个狗长在一起 跟狗一起长大 八岁了 他的饲料一定要放在 盆子里面跟狗一样 他才要吃 他不吃青草 因为他认为他自己是狗 唯一的问题 他不会狗叫 他只会毛毛叫 狗是浩浩叫 对不对 牛是毛毛叫 但是他又不愿意吃草 因为他认为他自己是一条狗 那我们是一条狗 那就把狗牙把狗搞大 不要变成狗 狗牙把狗戴大 不能变成狗 在那帝青一通纸里面 它就笑 台灣府主角逢好一对 一rophy turn 叫做 工房 明条的时候 由荷蘭朗 负账 日本青春在六年 只要竟然说 账去 所以对历史的角度来看台湾 早就是日本的土地 最早的汉尼团在台湾 不是由汉尼团进来 是由日本人团来 因为我们的汉尼是由中国团来 不是是由日本人来给我们教 这是在台青一通知 日本社里面下 自国奉剖基地台湾府 不通中国名叫做东方设日本 有没有 好人人知道 你们记得说 帝圣公是千个人 帝圣公实在上是日本人 怎么说 我们都知道帝圣公的老婆是帝子龙 郑之龙 郑之龙是海产 都叫他温寇 对吧 海产 这就对不到一个国家说 这是我们的国民 对不对 这样就成年我是海产国家 所以一定是无国籍的人 无国籍的人 帝着日本人 他就变无国籍了 像我们台湾人 我们台湾人无国籍 你若是帝印尼人 你就变印尼的 你若帝外南人 你就变外南人 帝中国人 你就变中国人 这 严格在说郑之龙 他不是日本人 对吧 虽然他有些日本 以日本为根基地 不过成了海产以后 也就是无国籍 连中国人也不承认这些人 郑成功本来 本人则是日本出生的 土生土长百分之百的日本人 他讲也是讲日本话 郑成功拿的是武士刀 所以武士刀 永远都打赢中国人的那个大刀 为什么 因为武士刀 每一把都是宝刀 中国的刀 没有一把是宝刀 除了那把上花宝剑 其他的都不是宝刀宝剑 这个台湾 郑成功的庙 穿着清朝的旗袍 他是日本人的 不可能穿旗袍 这些旗袍是 奉帝寻衣的 他想说要把 包揽下去 把揽下去 你知道吗 已经 曾经说已经在台湾了 对吧 中国就想说 没有把你收拾下去 让你奉一个官位 奉什么官位 圆平俊王 对吧 向这个官位 很大把你奉下去 你就叫你 变成一个人了 他出来的日本幕 新的子 电神宫 在田川福松 他的小弟 在田川七左卫门 家族现在又在日本 回来法典 只有电神宫而已 现在日本长期 还有电神宫的纪念棺 还有廟 跟我们骗说 这千古人 是这像 电神宫的日本人的身份 他是开台的第一个人 第一个日本人 在当时 在日本还教正成功之歌 他那时候就开始拜正成功 现在的圆平俊王词 那时候叫做开山神社 这如果住在那的人 应该都知道 郭平等来 原来这个庙的 开山神社的庙 加上党徽 所以当时日本人都知道 郑成功是第一个开拓海外的日本地址 郑成功的母国日本治理 郑成功开拓的台湾 也成为日本官方的基调血路 教科事务 这个马官教育 你看 一百九五年四月十七那天簽的 台青帝国台皇帝八下 跟台日本帝国台皇帝八下 为了定这个合力 让两国更好 派李正方和李鸿章 日本派伊藤博文和陆澳中光 两方民签的役 但是中国人要收多少 这家庙才有大分吗 这国家签的家庙 这样又不够大分吗 家庙这么大分 中国人也不收 对不对 他也不信什么马官教育 他说马官教育 是挂日本政府 政府和政府是没关系 天空 皇帝挂到天空 那时候日本政府也接受台湾的所 就是说整个台湾 台青帝国的大方帝 很不要脸 怎样不要脸 那时候他只关台湾的西半部而已 对不对 东半部三个都关不到 结果他将整个台湾都挂到日本天空 对不对 那是不是很不要脸 就像李工买房 那不是你的土地 你和家庙的方便 所以真的是不要脸 对不对 是怎样他要向台湾挂日本天空 因为他说 我们台湾 鸟不鱼 发不香 男无情女无义 你看 你们这些都无情无义 所以他把你挂到 你挂到 你挂到 不小 不小 你不愿 你都无情无义 没有关系 人台湾人虽然无情无义 但是我们有爱 对不对 我们不需要情 不需要义 我们只需要爱就好 中国人呢 最强情最讲义 但是他们一点爱都没有 对不对 他们叫丈夫叫太太叫做爱人 因为他们没有爱 中国人最厉害的这一点就是这样 他没有的东西有讲越多 对不对 他如果请不要再吃小便 那些素材都在小便 对不对 很简单的 这里不要乱丢乐视 吃的都乐视 很奇怪 这就是钱人 所以说男无情女无意 他们最讲爱 结果他们就是没有爱的 因为爱要怎样 爱已经没有心了 对不对 亲 亲已经不见了 美国跟大英帝国 华国意大利以及大日本帝国 在1922年的2月6号 在美国华府所签订的军备限制条约当中 19条明确的将台湾跟澎湖界定为 日本的领土 这是明确删在条约里面 东西 台湾人出国要用护照 对不对 因为护照 日本帝国 穿的衣服又穿什么旗袍 绑辫子 日本人是没有给你护照 日本人是没有给你护照 说你一定要 穿我们日本衣服 日本和服 没有 他给你自由选择 他叫你改名 那不就给你护照 也没有 那时候台湾也很多人没有改名 是不是 日本人没有在做护照的事情 他不用护照 他要你护照我做到日本人 真的 最后跟我们说的就是 五千多年的历史 对吧 你知道 这阵地是什么人 这阵地就是 队高在拜的阵地 下三周 这些都是没法的历史 因为怎么说 珍世王 通议中国的时候 所有的历史都收掉了 对不对 通议中国的时候 所有的历史 收掉了 这样 还有历史 两个人历史就都不记得去了 对不对 哪有可能寄到皇帝去 有寄到下三周去 那你骗的 珍世王 珍世王 中所有的历史都收掉了 漢条 都接收珍世王 因为珍世王没几年 珍世王才十年而已 全国 通议六国 要通议中国 通议中国 通议中国之后 这个 舒同志 实施 其实珍世王 他的证明 就是营赠 十三个就 正如 39个通议中国 珍世王 冲立各种的最多 实施 前同臂 臂同行 车同轨 书同闻 焚书坑儒 更是秦始王暴政的代表座之一 言行巨法 实施暴政 成为专制集权者的代名词 他是知那历史上 第一个使用皇帝的称号的君主 此后通通叫做皇帝 他叫做始皇帝 对不对 弊 这个以前的钱就是这种弊 秦始皇的身份 他的父亲叫做义人 母是赵姬 在太史宫的司马迁史记中 明确的记载 秦始皇真正的父亲是吕不韦 秦始皇执政后 远交进宫 十年左右灭了六国 结束春秋战国长期的纷乱 这 这个锦西皇 你有感觉很奇怪 这个汉皇帝 这个专民 这就是中国的历史 中国的历史 他也不知道秦始皇 事做怎样 也不知道汉朝的皇帝 事做怎样 不过这个卫和卫才是同样的 因为同一个卫和卫 卫的时候 像说 秦始皇的嘴唇 比较好 卫嘴唇而已 这个卫才这样 这个卫才这样 这个人 这个人 这个人的历史都同样 这个人的历史都同样 只有这跟著名是秦始皇 这个就是秦始皇 这些人的鞋 这个人的鞋 吃起 他就变吃起了 知道 所以很简单 他们的历史听好 卫下 历史是要做什么 历史就是要建往开来 什么有建往开来 就是要建察以往 才能够开创未来 你如果你的 以往啊都是假的 你是要怎麼檢查 没有办法检查 你就没有未来 没有未来表示你一定要灭亡 秦始皇的时候 北阔千里百岳之地进阶扶手 百岳在哪里 百岳就是现在福建 庚当这些都在百岳 为了抵御北边游牧民主的屡次侵犯 灭了六国之后 秦始皇开始修阻长城 把战国时秦兆燕三国的长城 连接起来还扩建 以防匈奴入侵 匈奴就是土医 匈奴就是所有人 秦国只有短短的十五年的历史而已 为什么 所有的钱都拿盖长城 你们家的钱都拿去穿尾 你们家一定散的 哪有那个比较弓的人 只穿尾去那漂亮那大 要做什么 所有的灵修全世界 所有的朋友来你们家 参观的族 都拿来去参观穿尾 我的穿尾 自我们做起的就起到这么漂亮 起到这么壮观 外面的土地都我的 哪有那么奇怪 你们家的穿尾跟这里 你说外面的土地 很壮观吧 秦始王所有的钱都囤在这里 囤在这里结果就要灭亡了 他们这条歌 教你们唱很久了 对不对 也是很好听 大家都会好唱 为什么要偏地黄金 马跟牛 当然偏地黄金 又是什么人 如果要偏地黄金 你一定是蒙古人 你知道吗 你不是说你是汉人 你不能叫你是汉人 你的故乡如果是在长城外面 一定是蒙古人 知道吗 你不能叫你是汉人 你的故乡如果是在长城外面 一定是蒙古人 还不需要铁架 不需要铁枪 不需要铁枪 全世界 最大的科学 过去十几个人 比我的科学 最多以外 一亿倍 比柏林的围墙 还壮观万倍 不需要铁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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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世界 所有的领袖 如果去参观中国的时候 都出来去参观长城 都说 外面都我的土地 这像神经病 你知道吗 你自己就好了 你家的穿尾到这里 你朋友来给你讨问的时候 外面都我的土地 你朋友就笑你笑 你被铁架那些都什么 你的穿尾到这里 都外面都你的土地 不然你是在神经病 不要得了 他说 没有一个人生出来 就会因为肤色出身后 宗教信仰去恨一个人 恨啊 需要学习 既然人民可以学习恨 同样可以教会他们爱 爱是比恨更容易 走进人的内心 他是 他是美国 南非的第一个黑人总统 他总共做了27年的老 在95岁的时候去世 还有得过和平奖 他对抗南非的种族歧视 他争恶种族歧视 因为我认为那是很野蛮的 不论是来自于黑人或白人 问题就是 曼德拉很简单分的 因为他怎么样 因为他是黑的 那会白的 看他更差 太黑了 ини правда 对 你腾看的人 他都 نہیں 那呗 就叫个别人 自己是这样可以 なんか 你仔细疼 他还有细疼 很久 有捏 有捏 我不能 做一点 我做第一点而已 有时候我跪着 他坐着而已 长城 史记里面就记载 这个长城底下 都是白骨 没有武器可用 这些 陈胜跟吴广 结竿起义还可以成功 可见那时候民生 每个人都痛恨情死房了 他只要结竿起义 大家都支持他 可见 这个国家 这些建设 有多么 不得民心 这些体制 所以才会那么短命 秦始皇才15年 他才算说 中国的立法最低 这是美国政府 独立宣言 美国政府的独立宣言 他说政府的权利来自人民 目的是保障人民的自然权利 如果一旦政府不履行职责 侵犯人民的权利 人民就有权起来革命 改变推翻他 这就是独立宣言 所以为什么前一阵子 美国有民兵起义 有没有 美国人自己买武器 因为美国人买武器是合法的 他只要有执照可以买 只要成年就可以买 每一个人都可以买你喜欢的武器 这个政府侵犯我的人权 侵犯我的权利 我就取义 结果呢 政府要低头 为什么 因为你 不履行你的义务 这个秦始皇 秦始皇那时候 做这些兵马俑 这花拢多钱做 不怪他只有十五年了 秦始皇那时候只有这样而已 所有的这 枪族啦 匈奴啦 女真啦 达达族啦 那都外国人 什么叫做外国人 外国人就是翻啦 翻就是外国人知道吗 在翻那些啦 翻薑啦 翻薑啦 番茄啦 那都翻啦 因为那都好吃的问题嘛 达先前的所在都叫人翻啦 知道吗 最翻的人 最翻的人都会叫人翻嘛 这嬴政 中秦始皇的时候 他怎么打到 这个长城旁边 好不好 英雄日宝的在这里 对不对 秦始皇 以后 汉高祖老邦 老邦跟中国人 跟汉林 不是 老邦啊 我怎么是枪族人 他收纳 秦始皇的部队 隋高祖阳间 他也不是 他是好像契丹人 李燕 八大住国之一 贤卑人 他的阿公是八大住国 元太祖 成吉思 你都叫成吉思汉 对不对 汉是尊称 汉是大王皇帝的艺术 天可汉 对不对 他把你杀了 你还叫他汉 他叫成吉思才对 不要以后不要叫成吉思汉 汉是尊称他 才叫做汉 他是成吉思 他的孙子 叫忽比烈 对不对 唐高祖李燕 他叫什么 他叫天可汉 严氏祖 忽比烈 明太祖 朱元璋 朱元璋也不是汉人 对吧 他是名教的 姓名教 什么是名教 名教就是跟回教 同样的 他们要每年要到 麦家去朝圣 有没有 明教 清太祖 这些人都不是汉人 对不对 这些人都抬汉人 汉人给你们抬了 你们叫他什么 叫他 高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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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祖 太祖 小祖 太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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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给你抬了 马上跪下 叫他太祖 他就没给你抬了 但是 靠我们台湾这些 福建 福州 庚当 这些都百岳族 所以 你不能就是说 整中国 这些都中国人 中国那些有我们百岳族人 满洲人 还有苗人 奢族人 大随帝国 是土甲人 大唐帝国 贤卑人 大元帝国 灭了大宋帝国 大明帝国 大清帝国 龙万洲人 唯一 上升中国的 就是大宋帝国 为什么 因为 他有出一个包青天 对不对 宋朝有一个包青天 包青天 出名的 他有一把上方宝剑 是中国唯一的一把宝剑 为什么 因为中国人不会练钢 他们不会练钢是什么 他们好像有好铁跟烂铁 所以他们有一句话叫做 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 有没有 中国人为什么从来没有打过胜仗的原因 在这里 他们没有宝刀宝剑 你们能不能就是说 乙天剑 屠龙刀 那是宝剑的 那是小说 你们能不能就是说 乙天剑跟屠龙刀真的有那两把刀 那是小说 你们能不能就是说 乙天剑跟屠龙刀 有 那是小说 因为好铁都在做什么 好铁在做刀剑 烂铁才打钉 对吧 一个国家好男不当兵 你怎么打胜仗 都是一些烂铁在打仗 当然打输了 所以中国人从来没有打胜过仗 你自己翻翻历史 有哪一次打胜仗 说最有名的四丁政策好吗 四丁整政策 去给犯罗罗去做警察说 说是贏 对不对 他列宿说 四丁整的 五五五六六六六 结果呢 去做警察 这样说是贏贏 大宋帝国 他最出名的就是出名 宝庆天嘛 对吧 宝庆天怎么出名 他说北京法吗 不是啊 他是中国唯一的一个青冠 今天人家说 多少年了 几千年的列宿才出一个青冠 人家美国 澳洲日本 我们不管都一国 每一个法官都很青年 就像日本所有的无数都 每个都没桌 只有钱没有半戏没桌 要是要怎么修正 秦朝跟汉朝 一阵的比例是这样 只要有恒心啊 铁锄就可以磨成绣发针对吧 那是跟你骗的啦 你不要用铁锄啦 用铁线磨就好了 铁线都没有办法磨成绣发针 因为太软了 要磨成针啊 一定要钢 这做 不要读机械的 读机工的 读工程的都知道 一定要钢啊 才能做成针 铁绝对磨不成针 铁会要做什么 铁也要养蚕 也要烧瓷 还会放冲天炮 对不对 这是人家的强项 放冲天炮最强的 台北市有的很厉害的 郝隆平有的 吃不就可以 放两页就放了 对吧 很简单的 放冲天炮很厉害的 烧瓷啊 也很厉害 因为瓷哦 马上就破了 为什么瓷 以前古代的瓷会那么 古董会那么值钱 原因就是他会破 那不会破就不会值钱啊 所以他的什么名词啦 清瓷啊 都很够待就是这样 因为他放了很久 还没有破 这那时候 南宋啊 不然去金条 要告个孙 不然去梦国 要告个孙 帝堂啊 汉林是在这 这叫做汉林 开封在这 包青天住在这里 开封府啊 汉林啊 生活是在这 四周围都翻了 轮流统治中国 你汉人还会存哦 很多人都不是汉林啊 台湾人哪有可能是汉林啊 汉中 向为少数的民族 早就被重翻包围消灭了 古时候华夏人种 称呼 洛阳盆地四周的外国人 叫做东以西隆 北地南宫 南宫就是百岳族家的 南宫就是百岳族家的 野蛮人就是蛮人 中国人叫所有的外国人 通通是欢 为什么以色列人叫做犹太人 犹太人也是一种欢 北地西隆东以这都欢 他们啊 土地大人口众多 轮流统治中国 四千多年 四千多年 早就被人家融化了 比书店经常说 黑蚂蚁跟蜂蚂蚁 黑蚂蚁眼睛可是瞎的 他是有文味道的 对吧 他的儿子 出息了 贫他的味 所以啊 他们这些蜂蚂蚁很聪明 抓黑蚂蚁 这种体液涂在我身上 你的子孙啊 就会把我奉为上兵 黑蚂蚁眼睛是瞎的嘛 对不对 曼德拉的眼睛可没有瞎呢 对吧 曼德拉眼睛分的很清楚呢 白色黑色分的很清楚呢 但是哦 其他人就分不清楚了 其他人通通是黄色的 有啊 他这支宝刀啊 我说给这个 上展分居 下展财成 这也是假的 有哪一间送王宝 这是台阶奉帝 都假的 全世界学者都普遍光阴 十一世纪的大宋帝国 这是真正的 他那个时候是全世界唯一 最大的国家哦 所以你知道 宋朝啊 是很大的国家哦 全世界最大的哦 你知道宋朝的版图 才这样而已哦 那就是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哦 上方宝券如尽 正村亲人 你们就是 包青天是讲北京话 包青天哦 不是讲曼洲话哦 你不能连续剧看太多哦 就是他讲北京话 讲普通话 讲国语啊 包青天是说好路话 会怎么说 他住在那河楼的所在啊 开封府就是 河楼的所在啊 有吧 连续剧哦 不要看多了就以为 他真的是讲北京话哦 可以说是河楼的喔 开封在这 哎 河楼是什么叫这河楼 黄河跟落水中间的人 是河楼人 讲的话做是河楼的 黄河跟洛水 那是南宋被蒙古灭了 最后一站就是 埃门山海战 你如果有行 google一下 什么叫做埃门山海战 google就很清楚 叫达达人 女真人 女真人就是满洲人 这个沉吉思 你不能叫做沉吉思汉 沉吉思汉那是在给你奴化 奴化教育 你的历史 设业的历史都变成奴才 你设业的学问就变成奴才 中国的文化是很坏的文化 你们知道吗 他还有毒 跟你说你不是 因为你们吃几十年的毒 没有感觉是毒 怎么毒 因为他冲着文理的时候 文理就有毒 所有的跟女孩子在一起的字 都不好的 为什么 因为女孩子说不解 那是中国的思想 你自己查查字典 跟女孩子在一起的 没有一个是好字 唯一一个比较好的 跟孩子在一起的 那个叫好 如果跟孩子才会好 那跟男人会不好 那些人就冲去了 就跟 这就蒙古文 蒙古文跟万洲文 几乎都一样 元旧人很聰明就是一点 他们来到旨纳的时候 他知道说 很简单 说说万洲话 不只用汉文 翻过了就好了 所以你们就就是说 哦 他们都汉人 反正皮膚都同色 头门同色 连 那个 蜜枝也同色 所以 搞不清楚 所以当奴隶 很好啊 还可以割掉 中国人不是唯一的汉人 汉人才会割掉自己的 宝贝 当奴隶啊 你不可以跟他抢哦 你跟他抢奴隶的位置哦 他会不高兴哦 哪有人 我这么 像我这么勇敢 可以把自己的宝贝割掉 当奴隶 绝对全世界没有人 像我这么勇敢的 对不对 所以哦 不要跟中国人当奴隶的 抢奴隶的位置 知道吗 中国人做奴隶是做了好几千年 不要跟他们抢 那时候蒙古 打到欧洲嘛 这是全世界的历史嘛 全世界大家都知道 蒙古人打到欧洲 没40几国 欧洲所有的国家 没有多一国 说元朝是我们的朝代 蒙古人是我们的朝代 只有中国人最勇敢 马上跪下来说 这是我们的祖宗 这样有偉大 他总共有三次出征 出征到欧洲有没有 第二次出征 打派的这些国家 他们只用了12万的兵马 就灭了欧洲的60万联军哦 所以蒙古人很会打仗 为什么 很会骑马 骑马还可以射箭 骑个什么 还可以埋伏 所以蒙古人很勇敢 很厉害 而且还有宝刀 蒙古人的宝刀也很出名 那些人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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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天徒隆建 徒隆建 那些人是他 那些人 郭靖 郭靖就是蒙古人 第三次出征也什么灭了这些国家 有没有 这些王朝 吞了四十几个国家 陈基斯汉问他的部队的 那个将军 说人生什么最快乐 他的将军只说养婴最快乐 陈基斯说不是啦 那个怎么叫快乐 最快乐的是 这才是全世界最快乐的事 所以他为什么会打胜仗 就是在这里 打仗才是最快乐 这是他的将军 只会养婴 你们那个小快乐而已 铁木珍 他在去世的时候 他的继承者为了报复西夏 下令从皇帝到乞丐 全部都杀光 因为蒙古人 他们不会种稻 蒙古人会什么 会种牧草 牧草不用造 牧草随便长都出来 他们会放羊 牧麻养牛 对不对 蒙古人就会做这个事了 所以他很会骑马 所以他会把南宋那些良田 通通做成牧场 对对 外蒙古 也承知思汉的博物馆 这个汉要记得 他们蒙古人才叫他陈基斯汉 我们不是他们的人 不用尊称他汉 叫他陈基斯就好 也可以叫他铁木珍 这是在那个内蒙古的富尔浩特 陈基斯的纪念碑 乎美妮裏就行 他的孙子has 杀了奘人一千八百万人 在四川的时候 几乎都成为无人区 还有世界记录 把那记录 蒙古人 把人分为四等人 第一等人是蒙古人 第二个舍墓人 第三等是 经朝那时候统治的汉人 跟契丹人女真人 第四等才是这些男人 什么叫男人 就是南宋的人 南宋这些人 南宋统治区这些的汉人 跟其他族的 统治者对汉人的杀戮 更是令人法子 一度要把支那人统统杀光 良田要尽为牧场 就是这个人 这个人救了汉人 所谓的汉人 耶律出财 耶律出财是一个契丹人 他做 忽必烈和铁木珍的宰相 这个人很厉害 他跟忽必烈说 汉人不要把他杀光 留一些人出来纳税 对他种田纳税就好了 干嘛要把他杀光 杀光没有意义 让他种田纳税就好了 这个就是耶律出财 这些人为了要感谢他 去廟宿 不然他就当政 以前是台湾 我们台湾 清国的时候就跟我们四姓 因为台清帝国关中国关200多年 来台湾 200多年 200多年就很简单 所有人通通留辫子 通通变奇人 有当一个说汉人 汉人很简单 砍头 所以清洗民主很简单 一个杀就好了 他来台湾的时候 他来台湾的时候 赶快是你们主名 是姓 是你们名字 问题在这里 他们那些汉人 有种族的优越感 什么种族的优越感 就是刚才我说的 如果我们汉人 你们才有那种族的优越 他们就讀自己的宝贝 做罗材而已 你们才会翻 无主价 我们怎么可以跟你们翻港祖公 所以 他们不需要跟他们翻港祖公 所以那时候才会 暂时 停止 停止 世姓 所以你看 很多人的委员 做罗雷 做最有器的就是他们 知道吗 台湾帝国也同样 台湾帝国那些 这些奉帝都博军 总统二十人 有十七个是博军 台湾帝国就是回教徒 现在的回教徒 伊斯兰国就是这个 所以都博军 这个朱长了 在位只有三十天 还来不及作恶 所以 几乎这些奉帝都在博军 这个正和下夕阳 是怎么他要下夕阳 正和的阿公 就是回族人 他每年要到那个麦家去朝圣 麦家朝圣就是要筛准 筛准去朝圣下夕阳 正和是怎么要七下夕阳 就是朝圣 每年要去朝圣 这是 我们跟他通 他们跟他通过去说 正和的宝船是这么大 这些说是 高伦部发现美洲 那这准 你想到有可能 人家这准是恒业大西洋 你这些是顺流而下南洋 你有办法做这么大吗 这就是 碰峰的结果 人家查出来就知道 你这些在炒团 回族人 他们对海洋很熟悉 每年都要去麦家朝圣 今天人很厉害就是在这里 这条碧坛大桥 以前我刚才新店的时候 好 做得去那里算 去那里算 以前我都不知道 碧坛大桥的桥头 有打这个 说民国25年8月进攻 哦 这个说 老位大 民国25年 牛王政府有还在这里 在中国 在中国有还在去碧坛吊桥 提早一年完工 好厉害 有还在你去吊桥 这时刻他在 扬州的时候 奋勇抵抗清军入侵 结果呢 清国人一进来以后 很简单 你抵抗嘛 全杀 叫扬州十日 你上网Google一下 什么叫做扬州十日 很简单 中国人 中国人 要当国家 要成为国家 很简单 他的国怎么写 国就是 城墙里面 杀人灭口 才可以成为 墙 你自己写一写看 国 国就是城墙里面 杀人灭口 才能成为国 共产党很进步 共产党说现在要做国家 不要杀人了 只要城墙里面有一个王 就可以当国了 对不对 所以 中国文字 相形文字 相义又相音的何处 在这 从字就可以看出他的文化 对不对 他们的家怎么写 你说你们都是龙的传人吗 结果你的家里面都是猪 你的家里的 家里的亲人都是猪 你告诉我你是龙的传人 这实在很奇怪 这些 所有人 建政后 钱人 就马上涂成 你只要随便打一个什么 嘉兴之图 南京之图 这些资料通通会出来 这些历史通通出来给你看 现在的Google 真的很好用 Google 尤其现在市机手机很方便 马上就可以查 什么 蓝山之图 昆山之图 厦门之图 海宁之图 现在每一个之图 只要打四个字 这些资料通通通出来 连图都有 历史上证明 谁能够杀中国人最多 就可以当他的祖宗 中国人 日本是要改救 中国人 中国人 做这么久的路 日本人是要改救 他怎么说 日本人说我们大东亚共农圈 对不对 他ch 所有人亚洲这些人 通通被白种人奴隶 所以日本人有这个使命感 想要把亚洲人通通解救出来 问题出在哪里 出在美国不同意 为什么 你解救他们出来 我们这些工要照谁来做 我们奴隶缺很多 对不对 我们的黑人的缺都已经被占光了 以后我叫谁来做工 所以美国人不同意 不同意投了两颗蛋 结果日本投降了 两颗彰蛋 两颗彰蛋不是解救中国人 两颗彰蛋一兜下去 中国人的希望破灭了 为什么 只能继续当奴隶 对不对 那时候日本如果成功 跟满洲国一样 满洲国那时候多进步 满洲国那时候是亚洲地区的工业强国 自己可以造汽车了 上网查一下什么叫满洲国 中华民国跟那个 人民共和国都称他为满洲国 就是他们才是真的 满洲国它是假的 满洲国 为什么你叫他为满洲 就是你是真的满洲 因为你现在都是满洲人在统治中国 所以叫真满洲 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 我们更痛的是小组会议 时间的关系 如果对这个有兴趣 都可以看以前的评 自己上网查一下也很容易 好谢谢 我们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谢谢 谢谢